小魚 怎麼又是這種小魚啊 真的好沒 魚 大哥你怎麼把魚養了 這種小魚不養什麼用 這魚看起來起碼有三四斤了還小嗎 三四斤還不小啊 小魚十斤了我都不吃 那這魚你不要了嗎 你有毛病啊 我要還養得個少 既然大哥你不要我就拿回去了吧 要你就拿走 別在這裡影響我釣魚 好來謝謝大哥了 表姐太陽都下山了回家煮飯了 不急不急我還差一點沒幹完 哎呀你現在幹完了明天幹什麼 明天還有明天的活 你看想不想吃魚啊 表弟你這魚好大 哪裡來的 這是人家嫌棘小送給我的 這麼大的魚還小啊 別廢話啦想吃魚就跟我來 好嘞 巧明 咦我都搞豬腳了你還買魚回來啊 不是買是人家送給他的 我信你個鬼天天都有這個好運 你還信不信 趕緊給我做好吃的 真的是別人送給他的 你看這魚怎麼做好吃 哦原來是這樣啊 那今天就做個生草魚片 那好我去幫忙 把配料準備一下 把配料準備一下 可能成片有愛笑才能暖你清晨 把魚鱗打掉 起鍋把魚皮燙一下 將魚肉改刀 來點薑蔥水 密製醬料 一丟丟農家花生油 攪拌均勻 醃製十分鐘 醃製十分鐘 起鍋燒油 下入薑蒜小米辣爆香 魚片下鍋 起鍋 撒上芝麻 開飯囉 來了 剛講你不吃的時候不吃嗎 表弟 別鬧心碎啦 咬著吃你就吃 好好好 嗯 想你介紹一下 這什麼名字 這是我們廣西的特色 生草魚片 難怪這麼好吃 ��製 人生的流少溫柔衍氣